所以烏俄僵局到底誰能夠成為這化解僵局的人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會餘翁得利? 我們帶您來看幾個跡象 中國大陸先前提出12點的烏克蘭和平方案 那我們先來看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認為 北京方面開始談及烏克蘭 他認為是一個好現象 甚至他也提及了說有意要和習近平來會面 另外習近平最近也是動作頻頻 他邀請了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下個星期到中國大陸來進行國事訪問 預料烏俄戰爭將會是雙方對談的主要議題 那麼據在美國總統拜登呢 他則認為了說中國大陸為烏俄戰爭談出結果 他覺得這個想法並不合理 然而現在還有更棘手的是普辛在先前 宣布退出國際間的憲和條約 外界認為有三大目的 包括呢這是俄羅斯的多重嚇阻手段 並且要藉此向歐美施壓 同時也要讓中國大陸被感壓力 另外專家指出春季攻勢 無論雙方如果打平 可能會出現兩種極端的情況 一是普辛被推翻 政局出現了動盪 這將會是中國大陸最不樂見的情況 那麼第二呢就是戰況焦灼 普辛決定使用戰術性核武 這則是全世界都不樂見的 因此現在西方持續加碼軍援 包括了波蘭總理閃電造訪基輔 而且還親自送上鮑爾坦克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